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时攻略》 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现在最新的走势 先看看内地股市 内地股市是偏远的 上证指数跌5点报2816点 深证城市跌14点报9811点 护心300指数跌5点报3058点 创业版指数跌10点 最新报2075点 港股方面继续是偏远 跌67点报20329点 国企指数跌31点 现在跌8494点 最新期指是跌水14点 报20316点跌63点 一节嘉宾请来 Jason跟我们分享焦点的股份 Jason你好 Jason你好 Jason我们这一节探谱一下 刚刚出了业绩的康师傅 看到今天的股价大 超过9% 因为他的业绩 相信大家都觉得相当失望 他昨天公布了 截至2016年3月31日为止的第一季 日利5801万美元 按年大跌45.8% 每股日利1.04才不排息 期内收益是21亿 按年跌9.5% 毛利6.6亿跌10.2% 毛利率31.43% 下跌0.23% 数全部都是差的 期间看到他的方便面业务 倒退得相当之厉害 接近五成 令到他们的税后纯益大减45% Jason也看到他在方便面业务方面 被捧一那边禁住 是的 在过去五年以内 康师傅一直方便面业务 都是处于一个龙头的地位 看到他现时 就算在近一两年做得一般 但市占率仍然排第一位 内地方面现时的市占率 大概是四成四左右 但是这一个 都只不过是因为过去那十年 在经营上做了规模优势 做了品牌出来 就令到他有这个领导地位 但是如果你说 纯粹说最近一两年 他的表现 就真的强差人意 本身他这次都说到 在方便面方面的毛利率 按年都是要收缩超过2.2个百分点 这个毛利率收缩就可能反映 他在竞争上面 都处于一个比较下风的状态 虽然就说 康师傅和统一在去年的年初 都达成了协议 就说双方就不要再带一个 叫做恶性的价格竞争 就不要说不断斗便宜 不断减价 不断斗爽一些的产品 但是即使见到有这个协议都好 都看回其实内地现时 整体方面面的价钱 仍然都是受压 就算你说他们出一些新产品的 可能打一些比较高端一点的市场 都是没办法有个提价的空间 当然你说在过去那几年 那个原材料成本低 问题不大 因为就算你不加价 但成本低了 对毛利率方面有过的帮助 但如果你说当在未来来说 那个原材料价格 包括面粉等等的价格 涨上来的话 那些方面面又不能够加价 对毛利率方面 是会有个多大的压力 而且都要留意 就说他在之前都曾经 推出了不少的新产品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受欢迎的 包括都说见到他在今年 新年之后都推出过他一个 所谓的黑胡椒牛扒面 和白胡椒的肉骨面 那这些相对的口味是比较浓一点 那他都是想着打一些比较年轻 或者比较新穎的市场 他一出的时候 那个销量是相当之强的 但是市场仍然都是质疑 根据过去的经验 通常这些新产品一推 所以头头的一两个月是很购买的 那些人都想着买来试一下 但是试完之后 很多时候都发觉 那个感觉就不算太好 口味方面也都不算太受欢迎 所以大家都会怀疑 究竟经过了 头头这两个月的试验期 那个物浴期之后 未来来这些新产品 还能不能够保持到呢 那我自己都同样是有这个问题的 那特别现在内地很多的民众 特别一些一二线城市 相对比较有钱的家庭 都对于这些国产品牌的方便面 是有些戒心 因为都是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 包括里面那些油 会不会都是含有那些重金属 或者可能那些法宝胶 那些是杯 会不会都是有些致癌的物质等等 那这些都是令到市场关注的 所以当你说整体的 民众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的时候 对于这些方便面的消费 可能都会尺量是会有减少的 所以我自己看来方便面的业务 未必说真的那么容易 可以扭转那个劣势 明白 都见到分析那方面就说 其实统一已经是积极 部署高价的方便面市场 而康师傅在高价面那边的表现 不太好 而且高价面的第一季销售额 见到它下跌了36.9% 杯面都衰退差不多 即保退16% 只是中价面都仍然是可以表现 比较好 有增长超过六成 都见到过去一段时间 虽然康师傅的市场 在大陆仍然是第一位 但是统一已经是逐步追上了 Jason 你觉得整个方便面的市场 在萎缩着 还是康师傅自己做得不太好 跟Marketing做得不太好 大概刚刚都说过 整个方便面的业务 在内地的市场 很难再有一个争取空间 这个也是归因民众的健康 或者对于饮食要求方面的意识 就不断提升 如果你说真的说在行业底下 竞争当然大的 你说到统一 在最近这几年都成为康师傅 一个最大的竞敌 之前大家都说要欠MarketShare 就不断去到逗减价 逗去到送一些 例如香肠等等 一些额外的产品 但是如果你说 当大家是要欠得那么激烈 而且你说真的 在那个方便面的产品上面 就算你说高价也好 中价也好 其实实际上 变化不是很大 最多就是说你的汤底 那些 就是在味精方面 可能味道会有些不同 但是你说对于民众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分别呢 我觉得未必的 如果你说 未来统一 是为了要再欠MarketShare 或者将那个定价设计低一点 或者将那个容量设计大一些 或者将那些容量设计大一点 对于康师傅在这一方面 可能都是会有的隐忧在那裏 反而我们可以再看那个 是飲品那边 看到康师傅本身的飲品业务 其实今次都做得相当之差 虽然在那个收入那边 按年跌5%就不算跌太多 但是如果你说说回利润那边 今次都是有个相当大的跌幅 都是因为本身的利润方面是有个收窄 要留意的本身饮品是之前 大家对于康师傅有个期待 就是因为他收购了白市方面 一些新的产品 希望两间的公司会有个协同效益 未来会有更加暂新的产品会推出 但是见到收购的完成都已经是有接近两年的时间了 实际上对于康师傅饮品业务的帮助究竟有多大呢 根据过去这一年多的业绩 就很明显见到不但带来不到一个很明显的贡献 反而都是因为一些整合的成本 一些额外的开支 令到饮品业务在过去这一年里面都是跌得挺紧要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他饮品这一方面的表现 市场人来说都不是太满意 其实见到康师傅在公布业绩之前 已经被大罕唱谈了 我见到大罕那边就是说他的股值来说 其实不值这个价 税讯就说康师傅预期明年的市盈率已经达到21倍 股本回报率ROE只有9% 预期息率是2% 股值明显过高 所以比较跑输大事的评级 见到除了今天大跌9%之外 就是早两天有反弹 其实之前是连续四支的大阴烛跌下来 股价去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还是低传微算低 康师傅的股价就在出业绩之前 就是昨天就无端端 没有任何原因下就抽升了上来 但是见到那个业绩出到来 大家都真的网清楚之后 就发觉那个股值就真的不值那个价 所以见到今天股价都大跌了下来 如果你说以那个股值来说 康师傅的确在同业里面 都算是比较高的一间 包括你说比较统一 比较旺旺、亡牛等等 康师傅的PE都不是说算特别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说有个这么高的PE 但是大家对于他未来来说 那个利润的增长 就看得不是说那么乐观 那我都觉得他的股价 未来要再试底 可能落到7元边 甚至乎你说要破底的机会 都是较高的 所以在现阶段这些股份 真的不建议去到吸纳住了 好啊 明白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和Jason来做新报 我们刚才说过的股份 请问有没有持有的呢? 没有持有的 都是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 进来再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下期再见